期待已久 今天终于可以大大方方走进北域女中 因为过去我都是在门口站岗 除了在这边站岗以外 其实以前高中心仪的女生 也是穿着绿色制服 站岗在等这个心仪的女生 你是在等当时女朋友下队吗 我求生欲很强的 但那时候的确 因为学校也很近 那时候的确跟我建中的同学 我们有时候会来这边门口来站岗 然后相约同学一起去补习等等 那都有满满的回忆 那我想今天很高兴 最主要来到北域女中 看到她们乐器队在国外的成功演出 我想未来也希望她们能够持续 把这样子的精神传承下去 持续成为我们台湾之光 台湾的骄傲 期待已久 今天终于可以大大方方走进北域女中 因为过去 我都是在门口站岗 穿着卡旗服 那时候就在想哪一天 我可以大大方方的走进北域女校园 但今天终于实现 非常的高兴也非常荣幸 当然我们教育局长 当局长在1996年那一次 有随着我们北域女的同学到美国参加 美国花车游行 那回想那个时候 我还在念高二 还穿着卡旗服 站在门口 所以很羡慕 当局长 当然我想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小绿绿我们所有的乐意旗队同学 这一次做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国民外交 我想看到大家在国际舞台 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 台北市市企 我们内心是满满的感动 也很激动 过去我在建中的时候 我虽然不是乐意旗队 但是我的同学 我念一类组 很多旗队的同学是跟我同班 很多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常会把他们的那个木枪拿来玩一下 来学 那也感受到其实在练习过程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的努力 转化成为我们的感动 也谢谢你们 让世界看到了台湾 看到了台北市 也更看到了美与女的精神 所以也希望大家把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 给各位的学妹 而且我相信你们持续会发光发热 让我们这些粉丝 都可以永远以你们感到骄傲 那当然最后 也要稍微爆料一下 我之前除了在这边站岗以外 其实以前高中心仪的女生 也是穿着绿色制服 哇 那当然对乐意骑队也有莫名的欣赏 所以我太太虽然不是北一女 她是宜兰人 但她念蓝阳女中的时候 也是乐意的指挥 乐意队的指挥 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渊源 今天来表达对各位最大的支持 也持续给大家加油鼓励 站岗在等这个心理的女生 你是在等当时女朋友小队吗 我求生欲很强的 但那时候的确 因为学校也很近 那时候的确 跟我建中的同学 我们有时候会来这边门口 来站岗 然后相约同学一起去补习 等等 那都有满满的回忆 那我想今天很高兴 最主要来到北一女中 看到她们乐意骑队 在国外的成功演出 我想未来也希望她们 能够持续把这样子的精神 传承下去 持续成为我们台湾之傲 台湾之光 台湾的骄傲